由于经常超载 他们的卡车趴窝在大马路上 也早已经不以为奇 而今天打野团队进行救援的 就是这个钢圈破损的卡车 而像这种锅顶破损的钢圈 也不用直接去更换全新的 只需要去到胡法维修店 用1500弩笔就能完美修复 而要想对钢圈进行维修 首先他们就要先把轮胎 从钢圈上给拆卸下来 在进行拆卸时 像这种最原始的钢圈 也不用拔胎机 只需要两根鞘棍和一块 不大不小的石头 就可以轻松地把轮胎 从钢圈上给拆卸下来 接着师傅就可以对 这个破损的锅顶进行维修了 首先师傅先将钢圈 给固定到工业三宝中的普车上 在调整好同心度后 就可以对钢圈进行剪裁切削了 像这种锅顶损坏的钢圈 维修一般都是把破损的锅顶 给切削下来 而像这种原厂的钢圈锅顶 也是采用焊接的 此时经验十足的维修师傅 只需要用车刀沿着焊点对破损的 锅顶进行切削即可 在经过细致的切削后 师傅就可以用小锤 四十把锅顶给敲下来了 而像他们那边的卡车都会抄在 所以拆车的锅顶也寥寥无几 于是他们那边的小作坊 就开始制作钢圈的锅顶 而像那边的拆船业也是非常多 于是这些废弃的轮船钢板 就成为了他们制作锅顶的好材料 在工人把大块的钢板裁切成尺寸合适的圆形钢板后 接着工人就可以把这些钢板运送到专业加工的小作法 对圆形钢板进行更加细致的加工 首先工人先会用大型的冲压机 把钢板给冲压出所需的弧度 然后再对冲压成型的钢板进行二次冲锅 把钢板给冲压出用于消除硬力的缘口 由于此时锅顶的整体尺寸肯定是偏大的 工人们还要把锅顶固定到工业三宝的补车上 对锅顶的内侧进行剪裁切削 切削出合适的尺寸 再把内部给切削好后 接着工人还需要对外部进行切削 然后还要再切削出增大焊接面积的坡口 在完成以后 现在就还切轮胎螺丝的固定孔位了 由于钢板也是非常厚的 它们的设备也有限 首先工人会冲压出螺丝的固定孔位 但是由于经过冲压的孔位还是偏小的 工人还需要用台钻对孔位进行扩孔处理 在把孔位开好后 接着工人就可以对这个加工好的锅顶进行测试了 在经过测试螺丝的孔位没有误差后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加工好的锅顶给焊接到钢圈上面了 为了确保锅顶与钢圈之间的同心度 师傅还要进行细致的安装 在把锅顶安装好后 接着就可以把锅顶给焊接到钢圈上面了 像这种焊接过程在他们专业维修锅顶的维修师傅面前 也是小菜一碟 很快的就也已经焊接好了 大家感觉这样维修一次应该制保多久合适 欢迎大家评论 在巴基斯坦的一个矿场 一台矿用装载机因连续超负荷工作 使得其后桥刹车制动系统严重失效 但在这个看似绝境的背后 却有一群专业维修师傅默契合作 打破常规 展现了技术的奇迹 他们分工明确 一边的师傅将专注力放在轮胎的拆解上 而与此同时 另一位师傅正在放出后桥内部的齿轮油 这样的默契合作 让维修的进度得以更加迅速推进 在这么庞大的设备中 人类显得非常的渺小 特别是拆轮胎的过程 看起来很危险 实际上一点也不安全 还有后桥也是一样 光后桥都有几吨 所以为了安全考虑 师傅们需要用钢丝绳绑在后桥上 然后借助装载机将后桥吊起 确认安全后才敢将支撑后桥的螺栓拆除掉 然后靠装载机慢慢地将后桥平稳地放在地面 接着借它的力将后桥拖到空旷的地方 方便进行下一步拆解 师傅们凭借手动工具 一点点地拆解湿式制动系统 他们在拆卸的同时 一边细心清理着上面积累的油泥 将每一个细节都清理得干净无比 虽然没有电动气动工具的便利 然而师傅们那勤劳的双手 却展现出超乎想象的力量和技巧 还可以省电 那么问题来了 你上个月的电费是多少 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说话间 连接的螺栓已经被一一拆卸完毕 接下来 维修师傅开始对湿式制动系统进行分解 这个看似简单 实际上却蕴含着复杂的结构 在这个减速器内部 钢片与摩擦片行星齿轮交织构成 这些零件相互配合 构成了整个制动系统的核心 经过细致的检查 问题显而易见 摩擦片已经被磨损的几乎看不见 而钢片也被严重刮化 在这种情况下 最合理的做法是更换摩擦片和钢片 然而 考虑到维修成本 师傅们决定用他们的技艺 来尝试修复这些零件 这些受损的钢片 被携带到垫里固定在车床上 使用搅磨机手动 将受损表面磨平 打磨得如同新生 对于那些磨损严重的钢片 师傅们则有着另一种高级工艺 车刀车胶 经过这些精细的加工 如今的钢片已经变得平整光滑 重新焕发出光泽 在开始组装之前 维修师傅们会使用汽油细致的清洗每个零部件 确保它们焕然一新 一尘不染 经过精心的清理 如今的这些零件看上去宛如全新一般 由于原本的密封胶圈已经严重老化 为了防止未来发生肾油泄压借降 师傅们决定将所有的胶圈全部更换成新的 这项决定显示出师傅们对维修的长远考虑 它们不仅要修复当前的问题 还要确保装配的零部件 能够在更长时间内保持稳定运行 接下来维修师傅将维修好的钢片安装回去 在安装之前 它们首先会涂抹一些齿轮油 以确保零部件的润化 随后 它们将钢片仔细安装 尽管摩擦片无法修复 但师傅们将它们替换为崭新的零件 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整个安装过程看似简单 然而在维修领域 细节决定成败 再将零部件拼接起来时 师傅们不忘涂抹密封胶 这一步骤是确保系统不会出现泄漏的关键 维修师傅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精心思考的 它们深知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着整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在重新拼装的过程中 师傅们坚持采用了先拆后装 后拆先装的原则 这种操作顺序旨在保持整个维修过程的连贯性和安全性 在后桥组装完成后 下一个关键步骤是将其安装回到装载机上 这同样需要装载机的辅助 安装后桥是一项技巧性的任务 要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进行 师傅们深知这个过程的重要性 需要准确的动作和默契的配合 在安装后桥时 师傅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技巧来保证安全和效率 首先 他们会先将拖架的螺栓带回到原位 但暂时不紧固 这个步骤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后续的其他螺丝的安装 在所有螺丝都被正确的放置之后 师傅们才会逐步进行紧固 确保每一个螺丝都被正确的定位 紧接着 师傅们将注意力转向轮胎的安装 同样需要另一台装载机的辅助 帮助将轮胎扶起 然后 师傅们合力将轮胎推回原位 确保它与后桥完美契合 接下来 师傅们需要手动逐颗螺丝将轮胎固定在位 这个过程看似繁琐 实则充满了技巧 每一颗螺丝都需要经过仔细的调整 确保轮胎紧密固定 不会出现松动的情况 经过一系列的精细操作 这辆矿用装载机终于完成了维修 这个看似简单的维修过程 却是师傅们数十年技术积累和经验沉淀的结晶 彰显了他们对机械维修的高度敬畏和专业精神 为师傅们点赞 长按视频三秒送他们免费的三朵小花花 这才是修复车灯的天花板 它能让一个报废的汽车尾灯恢复如新 眼前这个本田汽车在倒车时发生碰撞 导致车位灯破了一个洞 也为怕明年的保险涨价 所以车主并没有打算报保险 但在4S店只能换总成 一个新的尾灯2万卢比 还需要等两个月 车主也非常无奈 但庆幸的是他找到了钢弹 通过钢弹介绍来到了巴基斯坦卡拉奇的维修店 在这里都是能修则修 而且价格便宜 只需2000卢比就能将其恢复如新 师傅仔细观察着手中的汽车尾灯 他注意到灯罩的破损相当严重 已经无法通过修补来解决了 这个问题真是令人头疼 但头疼的不是师傅 师傅从来都不说不 很快他就有了明确的维修方案 师傅决定采取自制的方法来解决灯罩破损的问题 他开始将灯罩拆解开来 因为没有热风枪可用 所以他只能使用火枪来加热 由于无法精确控制加热时间 师傅决定不冒险过度加热 而是直接使用螺丝刀沿着灯罩周围撬开 当灯罩成功拆解开后 师傅拿出他预先购买的灯罩底板 这种压格立板是专门用于制作灯罩的材料 在当地价格实惠 只需250卢比就可以购买一块 师傅将灯罩底板标记好所需的尺寸后 前往室外使用切割机研标技术进行切割 一旦切割完成 他准备还原车尾灯的纹路 师傅拿起美工刀片 在灯罩底板上刮出凹槽 以使其与原有尾灯的纹路保持一致 完成纹路刮槽后 师傅开始使用砂纸进行打磨和泡光 他用砂纸将凹槽内的毛刺打磨平整 使其表面光滑 但光砂纸打磨远达不到所需的效果 所以 他将底板拿到抛光基础进行进一步的抛光 以使灯罩底板更加光滑和透亮 抛光完成后 师傅将底板带回室内 准备进行整体塑形加热 他找了一个与车灯相似的模具 将加热的底板放在车灯上方 并用打湿的抹布覆盖 以加快降温速度 这个简单的加热整形方法效果非常好 冷却后的灯罩底板已经成型 接着 利用美工刀在上面画出标记 只有这样才能利用砂纶将多余的部分精确的切割掉 有一道车灯需要透明补片 师傅需要在底板表面扩大一个孔洞 以便后续安装 为了使尾灯修复的接缝更加美观 师傅注意到切割处有些毛刺 他使用合适的工具 将切割处的毛刺打磨平整 以确保接缝线条的光滑和一致性 同样的方法也被用于制作到车灯的补片 倒车灯的补片制作完成后 师傅开始将两块补片进行拼接 他选择使用502胶水和小苏达混合物来填补接缝中 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 增强接缝的硬度 并增加透明度 使修复后的尾灯看起来 无法察觉到修复的痕迹 完成粘接后 师傅进行了再次的打磨和抛光 以提高修复后尾灯的整体亮度和质感 接着 他将灯罩和灯体进行组装 在组装之前 师傅在灯体内部 喷涂了一层大灯修复液 以增强原有反光效果 使灯光更加明亮 师傅继续使用502胶水和小苏达混合物进行粘接 让灯罩与车灯完全的吻合在一起 确保无任何缝隙 防止车灯进水 为了让他看起来更加美观 胶水凝固在一起后 师傅会利用美工刀将突出来的胶水剔除掉 使其更加平整 虽然收费便宜 但是该有的流程全部都有 绝不偷工减料 真是良心上家 将胶水刮平后 师傅会对灯罩外壳进行整体抛光 让他看起来更加光亮 抛光管程后 现在整个车尾灯看上去跟新的没什么区别 这种节约和高效的修复方法 不仅为车主省下了费用 还减少了资源的浪费 对环境也更加友好 让我们向这位出色的师傅致以最热烈的赞赏 长按视频三秒 送给他三朵免费的小画画 竟然买不到那就自己造 巴基斯坦这家作坊在简陋的环境下 运用着纯粹的手工技艺 打破了传统观念 以最原始的方式 创造出所需的自卸车举升价 他们用料扎实 眼前这些从航母上拆下来的后缸板 就是他们用于制作具升价的材料 尽管没有高端的测量仪器 他们依然能够通过模板套用和轮廓绘制 来精确标定材料的形状和尺寸 在缺乏激光减板机等高效工具的情况下 他们只能依靠自身的记忆和创造力 将钢板压在标记线上 一点一点地进行切割 这种精细而漫长的过程 需要师傅们保持高度的专注和耐心 尽管操作相对繁琐 他们依然能够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 将一块大钢板切割成四片同等的提醒 为了确保所分割出的钢片达到统一的标准 他们还会进行称重 这一步骤保证了材料的一致性 在确认分割出的钢板没有问题后 这些钢板就会被师傅用摩托车运送到折板机车间 这里是接下来的加工环节 在进行折弯之前 师傅会利用尺子精确测量 勾勒出折弯的位置 这一步骤的精准性至关重要 也为它直接影响到最终产品的形状和稳定性 然后 他们会运用折板机对钢板进行折弯 通过机器的帮助钢板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呈现出所需的形状 折弯成形的钢板再次带回店内 进入下一个加工阶段 这次师傅需要对钢板进行洞孔加工 师傅会在开孔之前先用冲头在上面打一个定位孔 用于固定圆规之腿 在标记完后 师傅会使用气格枪来进行切割 气格枪会喷出高温氧气和燃烧气体的混合物 形成高温火焰 从而将钢板局部加热并融化 在制作封边的钢板时 他们延续了之前的操作流程 首先 师傅会标记出封边钢板所需的轮廓 然后利用气格进行切割 确保封边钢板的形状与设计一致 这个步骤和之前的切割过程类似 需要师傅的精细操作和耐心 当所有钢板都准备就绪后 开始将它们拼接在一级 这是制作举升架的关键步骤 拼接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模具知识 这确保了钢板在拼接时保持稳定和准确 它们会将加工好的钢板套在模具上 然后安装套管和支撑轴等零部件 这些部件的位置和间距都需要精确测量 以确保最终的举升架结构稳固 且符合设计要求 罕接是整个制作过程的关键一步 也是最后一个步骤 尽管这个制作过程的成本不算高 但确实需要大量的焊条 每次制作一个举升架托架 都需要耗用相当数量的焊条 再次制作一个制作的制作 一旦焊接完成 自卸举生机的托架就算制作完成了 这些制作好的半成品会被储存在仓库中 待客户需要时 才会按照需要将它们拼接成一个整体 完成最终的举生架装配 为师傅们高超的手艺点赞 长按视频三秒送他免费的三朵小花花 新三年就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在这里无论是大道发动机还是小道螺栓 师傅都能利用车床和电焊将它们恢复如新 眼前这个轮胎螺栓经过岁月的洗礼 螺纹部分已被严重侵蚀 或许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没有维修的价值 但在巴基斯坦由于配件难买 所以都是能修则修 经过师傅的检查 他表示这是小问题 他打算利用旁边的这根铁棒 重新进行加工和拼接 为确保维修后尺寸精准 他事先使用卡尺测量了螺纹的尺寸和长度 有明确的数值后 他将弓箭加持在车床的三爪卡牌上 随着螺纹刀的运转 侵蚀部分被精准的削除 尽管师傅使用的是普通的手磨螺纹刀 但切削过程异常锋利 为了确保拼接更加牢固 师傅在加工的位置车销出一道破口 同时还会预留出一个精确的正台阶 在加工接近完成之后 师傅还会使用卡尺进行测量 确保每一步都没有问题 一旦测量确认无误 师傅会继续使用螺纹刀 将多余的材料切除 由于这时的尺寸还未达标 所以师傅还要继续加工正台阶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 他会不断地加工和测量 直到达到精确的尺寸 当螺栓部分的加工完成后 师傅会将铁柱放到三爪牌上 开始对其进行加工 同样 师傅会使用螺纹刀 对外圆进行一轮加工 接着处理端面 端面加工完成后 他会使用钻头在端面处 打一个副台阶 这样一来 拼接的位置就会形成 一凹一凸的形状 增加了连接的稳固性 在打完孔后 就可以将两头的零件进行拼接 在进行焊接之前 师傅会仔细检查 是否出现了任何不正常的跳动 或不匹配情况 只有在确保没有问题后 才会继续进行焊接操作 在进行焊接的过程中 师傅会选择使用 具有良好焊接性能的507焊条 而且焊接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为了保证焊接的质量 师傅会将整个焊接过程 分为几个层次进行 每焊接一层 它都会停下来 仔细检查并敲击焊渣 以防止产生气候 夹渣等不良情况 这种细致的操作 能够确保焊接的每一层 都是均匀 牢固的 焊接完成后 师傅会开始车销加工外缘 确保其加工尺寸 与螺纹相符 当加工接近完成时 它会使用卡尺对加工部位进行测量 以确保其尺寸与螺母的洞孔大小一致 然后师傅会继续进行车销加工 一旦外缘加工完成 便可以着手车销螺纹 在开始螺纹车销之前 它会在弓箭上涂抹一层蓝色标记记 然后开始进行车销操作 螺纹的加工在进行过程中 师傅需要小心一意 一旦螺纹加工完成 师傅会将多余的部分切割掉 虽然这需要使用螺纹刀一点一点地进行 但这并不妨碍师傅迅速而准确地完成切割 此时弓箭已经开始呈现出螺纹的形状 不过端面上未符合所需的标准 因此还需要将弓箭加持在卡牌上 继续对端面进行加工 端面加工完成后 师傅还需要使用错刀将螺纹处的毛丝精细打磨 确保表面光滑 一旦打磨干净 他会使用螺纹扭进螺纹 进行一遍检查 确保螺纹与螺纹的气和良好 只有确认一切无误后 加工过程才算完成 然而在这个阶段 弓箭的硬度还不够 为了提高硬度 师傅需要对其进行脆祸处理 首先 他会使用气格枪将加工部分加热至通红状态 随后 将弓箭迅速放入冷却介质中 使其迅速冷却 通过这个脆祸过程 弓箭的硬度得以显著提高 这质量再用三年没问题 为师傅高超的手艺点赞 长按视频三秒 送他免费的三朵小画画 由于当地村民所使用的原装拖拉机 拉杆尺寸过小 容易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断裂问题 这家作坊的老板看到中国的拖拉机拉杆后 觉得非常实用 于是决定也要造出便宜又实用的拉杆 为当地农民解忧 他们用料扎实 目前他们正在加工打孔的胚料 这些胚料将用于制作连接在拉杆上的螺母 为了保证焊接牢固 孔打完后还需要进行端面车销 以获得平整的表面 接着 制作出的零件需要稍作倒角处理 以更好的准备焊接 在实际焊接前 水管需要放置在车床上进行倒角 以形成小型的泼口 增加焊接接触面积和稳定性 完成加工步骤后 零件可以拼接在一起 准备焊接操作 接下来 师傅会点亮电焊机 调整焊接参数 以适应材料和连接需求 他会戴上防护眼镜和焊接手套 确保安全 师傅开始焊接 他一边持续旋转推料 一边握着焊枪 导妙地控制焊枪位置和移动速度 确保焊点均匀加热 达到所需融化程度 随着焊接进行 焊似融化并融合 形成坚固焊缝 焊接完成后 下一步是将焊接部分固定到车床上 加工外圆 使其外观更美观 外圆加工后 焊接部分移到台帅 在台帅上 师傅会在水管中间钻一个孔 为安装把手做准备 接下来 焊接部件再次放置在车床上 首先加工为加工的端面 逐步去除不必要材料 使端面逐渐平整光滑 然后加工内缘 通过精细加工 焊接部件获得高质量内缘表面 使连接和使用更顺畅 与其他组件协调 接下来 师傅将螺杆放在卡牌上 准备螺纹加工 通过旋转螺杆 并控制螺纹刀移动 师傅逐步在螺杆外表面 加工精确螺纹 这需要仔细调整和精准控制 确保每个螺纹细节都符合要求 完成螺纹加工后 接下来是加工内孔的螺纹 235年 完成螺纹加工后 下一步是使用加工好的螺杆进行测试 最后一步是使用合适钻头在吊儿上钻孔 这个孔是为安装球形零件做准备 方便安装穿销 这个球形零件通常通过冲床固定在吊儿上 如果你知道这零件的名称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固定后产品打包装好 就大功告成了 如此一根拉杆在巴基斯坦售价仅为3000卢比 非常划算 由于进口购买一台卡车是非常昂贵的 在白沙瓦的露天厂房里 就诞生了非常多的手挫卡车小作坊 像这种小作坊制作出来的卡车 其最主要的就是性价比 因此这些大梁也全部都是 他们采用罩猫画虎的手法制作的 对于大梁上面的支架固定孔位 他们也是全部都是采用这个拆车的大梁作为对比 然后再做出标记 用卷尺对位置进行测量 不合适的位置还需要用倚缺进行裁切 像这种没有专业设备和图纸的小作坊 对于大梁的定位和孔位 全部都是摸索着前进 虽然这种方式会浪费一点时间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像这种卡车制造包括小汽车的制造 无论大厂还是小厂 几乎全部都是靠模仿起步 当然这种小作坊就更无例外了 在这里虽然没有高配的工具 但是师傅们还是要用卷纸 对每个支架的固定位置都要进行细致的测量 防止出现误差 为了防止在用电钻进行开孔时 钻头出现打滑 师傅还要提前在标记好的位置上 用簪子敲击出定位孔 然后再用这个通过杠杆原理进行加压的电钻 进行开孔 在这两位师傅的默契配合下 孔位也是非常快的 就已经开好了 而由于本次车主只为了抄载 所以这台卡车也是采用的钢板悬挂 像这种悬挂一般都是挂车使用的 其最主要的优点就是简单皮质 像对于带平衡坐的单点悬挂 它的舒适性还差很多 而最主要的就是像这种悬挂的支架 也是他们手说的 因此价格也是比较低的 在测量好固定位置后 他们也是先采用电焊进行焊接固定 然后再通过电钻在大梁上面 开出用于固定悬挂支架的孔位 在这个象征力量与速度的红色电钻的加持下 后悬挂支架的孔位也是非常快的 就已经开好了 接着他们就可以对大梁进行拼接了 为了提高自主生产力 这些横梁也是全部都是他们现场制作的 而为了提高大梁的整体牢固性 工人们还需要在大梁的中间位置 加装上一块钢板 为了使钢板能紧紧的贴合在大梁上面 工人们则通过这个大号的家具 对钢板与大梁进行加紧 然后再通过电焊进行焊接固定 再把钢板都给焊接好后 现在他们就可以对大梁进行组装了 在通过挤人的合力配合下 也是终于把大梁给拼接到一起了 首先他们会先用家常的家具对大梁进行固定 再通过卷尺测量位置没有误差后 就可以通过电焊进行简易的焊接固定了 由于他们人手中多 对于整体的拼接和固定 也是非常快的就已经完成了 像横梁与大梁的固定 都是采用电焊进行的简易焊接固定 现在工人们还要在大梁与横梁之间 开出用于锚接的孔位 像这个过程在师傅们的默契配合下 也是非常快的就已经开好了 然后为了增强锚钉的牢固性 工人们还要用大号的钻头 对孔位进行倒角处理 等处理好后 接着工人们就可以进行锚接了 由于没有高配的锚接机 他们的锚接工序并不能和大厂一样进行冷锚 他们就只能通过乙缺进行加热 然后再通过大锤八时进行敲击 采用热锚对大梁与横梁进行固定 随着大锤的敲击 和两位工人的配合 在经过轮大锤的师傅轮了 大约246下的大锤后 所有的锚钉就终于都安装好了 由于是两面全部要采用锚接 现在锚接好后 他们就可以把大梁给翻过来了 像这个沉重的大梁 在经过他们的合力配合下 也是终于被成功地翻了过来 紧接着他们就可以把发动机支架 给安装到大梁上面来 对于支架的安装 由于采用螺丝固定 时间长了肯定会有松动 他们直接采用锚钉进行固定 在把发动机支架固定好后 像前桥的固定支架师傅 也是采用锚钉进行固定 再通过大锤的敲击锚钉 也是非常快的 就已经固定好了 对于整体的大梁 也已经组装的基本差不多了 现在就缺后桥的悬挂固定支架 没有安装了 在安装之前 为了防止大梁与支架 后期出现锈时 他们还要提前在大梁和支架上面 刷上一层黑色的防锈油漆 等油漆刷好后 就可以把后桥的悬挂支架 给安装到位了 再经过长达四天的制作下 现在这个大梁就也已经制作好了 大家感觉制作这样一个大梁 应该收多少卢比合适 在巴基斯坦 这个不到200平方米的小作坊 一群普通工人 正在创造着不平凡的奇迹 他们的目标是 制造一台功能完备的拖拉机牵引车 曹刚是制作牵引车大梁的核心材料 然而没有液压机等设备 工人们只能以坚韧的毅力 一点点用敲击的方式进行矫正 每一根槽钢的制作 都需要将三根超长的槽钢焊接在一起 形成一根4米5的大梁 这不仅要求焊接的精准度 还要进行仔细的打磨 确保焊点没有裂缝 以保证大梁的结实和安全性 因为牵引车需要后续进行自卸 工人们还需要在尾部切割出一个45度角 这一步看似简单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很具有难度 更难的是随后的工序 将头部折弯成一个三角的牵引杠 这种手动折弯的操作 对记忆和经验要求更高 而工人们凭借着他们多年的专业知识 和熟练技能 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令人佩服的是 在没有大梁矫正仪的情况下 他们仅凭一把卷指和多个角度的测量 就能确保焊接出来的大梁无偏差 这种职业素养和精湛的技艺 展现出他们对于工匠精神的执着追求 为了提高受力 工人们在大梁侧边还会加装操钢 让大梁更加稳固 焊接加固是关键一步 而他们不仅要面对技术上的挑战 更要克服各种不变 在为了加快速度的需求下 几位工人同时投入焊接工作 他们像默契的交响乐团一样 各司其职 手持电焊枪 焊点严丝合缝 完成焊接后 他们立即开始利用打磨机 对焊点进行打磨 磨去多余的焊疤 让焊接处变得平整而美观 接下来是焊接副粮 也成为副车架 为了方便操作 工人们先稍微将副粮焊接在主粮上 然后再进行后续的整形和拼接工作 虽然这种方法后续可能会增加一些麻烦 但它在确保后续附件的准确无误方面非常实用 特别是举升架的安装 这一步至关重要 一旦操作不当 卸货时很容易造成翻车等严重后果 让人惊叹的是 这个复杂的举升架是在没有任何图纸的情况下完成的 这要是在某个发明的节目上至少能播三集 在焊接固定好举升架后 工人们开始左手制作牵引车车厢底部框架 首先 他们按照规定尺寸焊接处一个长方形框架 长三米八 宽一米八 接下来 他们开始往车厢底部框架里加入横梁 并进行焊接 随后 他们着手焊接围栏 这个牵引车并非用于拉杆这 因此他们决定焊死围栏 接着 他们安装液压缸 这个关键的部件将确保车辆的举升和降落操作 最后 他们进行焊接底板和边板 整车都是用钢铁材料进行焊接 保证车辆的结实和耐用 尽管使用的材料非常扎实 但工人们掌握尺寸的能力却非常注册 特别是车尾门的设计 开合轻轻松松 显示出他们对于细节的关注和精湛记忆 在为了方便移动的需求下 工人们决定在牵引车的底部焊接一根厚桥 并装上轮胎 这样就可以方便的将牵引车移动到需要的地方 等出售的时候 会根据顾客的需求后桥和钢板的数量进行选位 最终 这款功能完备 兼顾耐用的牵引车的售价为12万卢米 尽管在一般市场中 类似的牵引车售价可能更高 但这群工人们把制造牵引车当作一种乐趣和对记忆的热爱 他们希望用更合理的价格 让更多的人受益 让他们的劳动成果 为社区带来实实在在的价值 为他们点赞 长按视频三秒 送他们三朵免费的小画画 你知道眼前这种别有艺术气息的卡车 在巴基斯坦的路边小作坊 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吗 今天就跟随老王 看这家手搓卡车的小作坊 是如何制作精美的艺术卡车的吧 而现在工人们正在负责运送的就是 这种艺术卡车的底盘 而像这种底盘也是别的小作坊手搓出来的 虽然这家小作坊不大 但是订单还是非常多的 院里也是摆满了正在制作的艺术卡车 由于这种艺术卡车一般都是自写车 所以他们要在大梁上放上两层槽钢 为了防止在辐射车厢底板时 槽钢出现位移 工人们还要用电焊对槽钢进行简易的焊接固定 在测量好两边的摆放位置没有误差后 接着工人就可以把车厢底部的支架给焊接上去了 对于支架的安装就如同制作大挖车一样 全部都是采用电焊进行焊接 对于长度不一的位置 工人则需要用泥缺进行裁切 对于卡车的驾驶是 也是他们通过经过折弯的三角铁制作的 由于是提前制作的 现在负责组装的工人 只需要把骨架给焊接到卡车上集合 对于车厢底板 为了美观师傅们 还要在骨架两侧焊接上两块经过折弯的钢板 再经过家具的辅助和工人的默契配合下 现在车厢底部的支架就终于制作好了 接着他们就可以把底板给铺设到位了 对于底板的铺设 也是全部采用铁板来进行 然后用电焊进行焊接 整个过程也是行云流水 非常快的就也已经铺设好了 但是由于铁板的尺寸都稍有误差 工人还需要用一缺瓦多余的位置给裁切掉 再把不平整的焊点给打磨好后 接下来他们就可以制作两边的车厢了 对于车厢钢板的尺寸 他们直接把钢板放到车厢底板上进行测量 相对于直接进行测量 这样可以减少了非常多的时间 在把两边的车厢底板制作好后 为了增强车厢的牢固性 工人们还需要在钢板上焊接上 这些用于加固的骨架 对于这些槽钢的安装位置 他们也并没有进行精细的测量 而是凭多年的工作经验 只凭这一根经过测量的木棍 就可以对曹钢进行准确的排放 在经过他们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制作下 现在就也已经全部都制作好了 接着他们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为了防止车厢出现位移 首先他们要先用一块曹钢对车厢进行定位 由于没有高配的吊车 两侧的车厢都需要他们用人力 把车厢给安装到位 然后内部同时也是采用曹钢进行定位 由于两侧的车厢都已经安装到位了 现在对于车厢前栏板的安装 就是非常的省势省力了 他们只需要用吊链 把前栏板给吊装到位集合 对于整个的车厢对接触 他们也是全部都采用电焊进行焊接 就光焊接车厢使用的焊条 估计2000卢比都不够 由于是自卸车 而在铺设车厢底板时 他们就提前在两边兜个安装 上了两块曹钢 现在他们就可以在两块曹钢上焊接上 用于连接车厢的翻转架 在此期间 另一边他们也已经通过毛驴车 把这台卡车的驾驶室给拉过来了 而这种驾驶室也是他们手挫出来的 虽然是个简配板 但是他们却能通过手挫的板金键 把这个简配的驾驶室 给组装成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 豪华驾驶室 对于驾驶室的骨架拼接 他们也是非常快的 就也已经拼接好了 就如同制作大巴车车厢一样 现在他们就可以对驾驶室外部的板金键 进行安装了 在整个安装过程 没有用到一根螺丝进行安装 全部都是采用电焊进行焊接 为了轻量化 工人们还需要在驾驶室的骨架上 安装上这些经过细致打磨的木块 对驾驶室的外观进行装饰 再通过把这些板金键安装到驾驶室上 现在这台卡车的艺术气息 就也已经慢慢的开始体现出来了 对于发动机的选装 他们也是找了一台 刚刚过磨合的六缸大泵柴油机 对于发动机的安装 随着高配吊链的辅助和工人们 熟练的操作下 也是非常快的 就已经完成了 此时 另一边的工人们 则正在制作负责 举声车厢的举声架 像这种举声架 也是他们采用照猫画虎的手法制作的 他们只需要对这些裁切好的钢板 进行拼接焊接即可 再把举声架给制作好后 接着他们就可以把举声架 给安装到卡车上面了 由于安装孔位 他们也已经提前预留好了 现在他们只需要把举声架 给焊接好即可 为了节约成本 像这个举声油缸 也是采用八手修复的 对于这台卡车的悬挂 他们也是采用 制作成本最低的钢板悬挂 对于前桥的选装 从这前桥的中间位置来看 这个前桥也是经过古法维修过的 中间还有用于加固的钢板 由于车桥都是采用拆车的 所以他们还要给轴承涂抹上新的黄油 在经过几天的加班制作下 现在卡车就也已经组装的差不多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现在车厢上也是充满了袖子 工人们还需要对车厢上的袖子进行打磨 然后再给车厢喷涂上一层底气 刮涂上用于找平的逆子 然后再把逆子给打磨平整 现在就可以给卡车喷涂上亮丽的油漆了 此时离艺术卡车成型就还却最为重要的一步 那就是在车厢上描绘出精美的图案 经过细致的描绘和这些装饰件的安装 现在这台艺术卡车就也已经制作好了 整个外观也是充满了豪华的艺术气息 而想外观都已经艺术气息十足了 那那时肯定也是非常的豪华 其配色也是五彩缤纷 现在大家感觉这样一台充满艺术气息的卡车 如果给你开你能驾驭得了吗 远看是回收厂 近看是造车厂 在这简陋不起眼的露天小作坊里 他们却能用最低的成本 制作出可以正常上路的百吨网卡车 而眼前就是位于白沙瓦的 一家专业制作卡车的小作坊 由于在这种小作坊里 制作一台卡车只需要新车三分之一的价格 所以这里的卡车也是非常受新手车主的青睐 而工人们 现在正在进行组装的卡车大梁 也是通过他们那边的小作坊翻新过的 现在他们则需要对这些经过翻新的大梁进行组装 他们正在进行安装的 就是给大梁和横梁进行加固的钢板 由于都是经过手搓出来的钢板和大梁 所以尺寸肯定是会稍有误差 他们还要用家具对大梁与钢板进行加紧 然后通过电焊进行焊接固定 再把用于加固的钢板给安装好后 接着他们就可以对整个大梁进行组装了 由于这个大梁只是经过翻新的 并不是重新制作的 所以这些用于固定横梁的孔位 还有横梁的安装位置 也不用现场进行测量 他们只需要按照原有的标记进行安装几个 对于横梁的安装过程也是快而有序地进行着 为了防止横梁一位 横梁与大梁之间 他们先会安装上锚钉进行简易的固定 而现在工人们正在进行焊接的 就是唯一加装的横梁支架 加装这个支架的目的 也是为了安装取力器 为了加快进度 另一边的工人们则正在对一些固定支架进行安装 像前面的架势是固定支架 还有前桥悬挂的固定支架 都是原装 孔位和原装位置 他们只需要对固定螺丝进行扭紧集合 虽然没有高配的风炮 但是他们人手也是非常多的 每个人都身尽其则 其安装过程也是非常快的 现在他们就可以这个卡车的前桥给安装到位了 而对于整个前桥的安装过程 他们只需要把固定钢板的主销给敲击到位 所以整个安装过程也是非常快的进行着 对于大梁与横梁之间的固定 他们也开始了用锚钉进行锚接 像这种热锚 他们则需要用以缺对锚钉进行加热 然后再通过大锤进行搞定 而这些锚钉在这两位工人的默契配合下 也是非常快的就也已经安装好了 接着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油箱固定支架 还有电瓶底座 后桥的悬挂支架给安装到位了 由于本次制作的也是一台百吨王自协车 所以为了防止新手车主吃喜 刹车也是采用的断气杀 为了提高卡车的通过性 最后面的这个桥也是带有驱动的 在把后桥给安装好后 接着他们就可以把发动机和变速箱给调装到位了 而发动机也是采用的一台刚刚过磨合的 老款乌迪大缝柴油机 像这种自卸车取利器肯定也是要进行安装的 而像这个卡车最为重要的零部件 现在就都已经安装到位了 现在就还缺一个驾驶室了 而像这台卡车也是采用的老款乌迪卡车 用照猫画虎的手法制作的 所以对于驾驶室的选装 那肯定也是安装这个原车的驾驶室了 而现在在经过他们长达几天的组装下 这台百吨王子鞋车就也已经基本组装好了 大家感觉组装这样一台卡车应该收多少卢比合适 齿轮的齿牙崩断了还能修复吗 那答案肯定是可以维修的 因为在白沙娃有这样一位号称物理太陡的眼镜大叔 今天就让我们看眼镜大叔 是如何维修这个齿牙损坏的齿轮的吧 在进行维修之前 严谨的眼镜大叔先要对这个布满油污的齿轮进行清洗 在清洗完成后 由于本次是采用的骨法维修 为了能确保齿牙维修好后 齿牙与齿牙之间的间距能保持一致 眼镜大叔还要现场制作一个用于测量间距的齿牙模型 用这个模型对齿牙的间距进行测量对比 而现在眼镜大叔正在进行加热的铝块 则就是用于制作齿牙模型的材料 在把铝块加热成铝水后 接着眼镜大叔就可以把铝水给倒入这个提前准备好的模具里面来 然后再通过对铝水进行加热 搅拌均匀后 然后经过长达150秒的自然冷却后 接着眼镜大叔就可以 通过小锤似是把模型连同模具 从这个齿轮上给取下来 再把模型从模具中取出来后 现在这个用于测量齿牙间距的模型就也已经制作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对这个损坏的齿牙进行修复了 而对于这种断裂的齿牙修复 那肯定离不开电焊进行堆焊 像这种堆焊过程也是看似很难其实 也是一点也不简单 因为如果焊接过程出现一点偏差 就会导致维修后 齿牙用不住 在进行焊接时 眼镜大叔也是非常的谨慎 为了防止出现夹渣 眼镜大叔每焊接一层 都要用小锤敲下焊接产生的药皮 而像焊接这种齿轮 对于焊条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 可不可以看出眼镜大叔采用的是什么焊条 像他们维修一般都是采用70118 不知道这次使用的事不是这个焊条 由于要考虑到齿牙的牢固性 整个焊接过程也是非常慢的 对于这个小小的齿牙 光焊接过程也是用了20多分钟 终于在眼镜大叔严谨的焊接下 就终于完成了 那接下来就可以进入最为重要的环节了 那就是对对焊好的齿牙进行切削 把这个不规则的齿牙给切削平整 由于齿牙经过堆焊后 整体也是有高有低 而对于突出的位置 眼镜大叔选择用车床进行切削 因为这种切削可以最好的控制齿牙的尺寸 因为在进行切削时 只需要对照着齿轮的表面进行切削即可 然后对于齿牙的表面 眼镜大叔则是用这个加长的糖刀对表面进行切削 整个切削过程也是非常快的 就也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还剩下齿牙的间距没有切削了 由于眼镜大叔的垫里并没有高配的洗纸机 眼镜大叔只能用这个高配的角磨机 配合着打磨片对齿牙进行打磨 然后对于齿牙之间的间距 眼镜大叔就可以通过之前加工的模型进行对比了 像这种打磨过程 不像是机器可以调整切削的间距 而用角磨机进行打磨 就只能凭多年的维修经验进行 打磨的多余少只能靠感觉 在进行打磨时就只能多次进行对比 防止出现误差 像齿牙的间距打磨小了 可以进行修整 打磨多了 那就需要反攻了 因此眼镜大叔在进行打磨时 也是非常谨慎的 终于在经过眼镜大叔长达半个多小时的打磨下 齿牙就也已经打磨好了 大家感觉这样维修一次断裂的齿牙 应该收多少卢比合适 巴基斯坦货车的装载能力 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一辆普通的半卦 竟然能够装50吨干这站 简直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山峰在行驶中 货车的动力问题也可以被完全忽略 因为有拖拉机提供辅助 只要车轴和桥梁不断裂 就可以继续前进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其中 立柱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普遍选择使用弯曲的立柱 这种设计可以向外延伸 有效地扩大了装货的面积 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选择将边部挂在立柱的外部 而不是内部 为了实现所需的拉力 他们需要使用拉紧器将主绳收紧 这种安装方式 有助于最大限度的利用货车的空间 通过将边部外置 他们可以在立柱内部腾出更多的空间 以便更加紧密地堆放货物 在侧边 工人会利用一根粗绳进行交叉捆绑 这种方法可以进一步增强货物的稳定性 防止其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未疑或清洗 为了防止货物泄漏 他们还会在边部下方穿过系绳 并逐个将其扣在钩子上 以实现牢固的固定 这样一来 底部的货物就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并保持紧密固定 不会在运输过程中产生松动 一旦边部安装完成 车厢的外观将呈现出一个大大的異形 在进入装货场地之前 司机需要克服许多困难 首先 他们必须小心地操作半挂车 以避免撞到周围的障碍物 由于半挂车的尺寸庞大 转弯和掉头变得相当棘手 需要他们发挥出色的驾驶技巧 一旦抵达装货场地 司机们面临着一个堆积如山的干脆渣的挑战 这些渣子像泥巴一样粘稠 堆积成山 给装货带来了额外的复杂性 这台改装后的拖拉机 是货物装载的核心 它充分展示了强大的马力和高效的性能 拖拉机经过改装后 具备了十足的动力 轻松地完成装载任务 拖拉机的多功能性 让它在装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装载过程中 超出车厢边部的干脆渣需要进行塑形 简单来说 工人们会将边部上方的干脆渣 堆积成一个长方体形状 而拖拉机的任务 就是持续不断地将干脆渣推进车厢 并在推的同时将其押紧 如果在国内装载工也是这么装的话 一人不送两瓶水 车主心里都过意不去 通过精心的安排和装载技巧 货车的车厢里堆积着巨量的干脆渣 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壮观的景象 这些货物像一座山峰般高耸 展示了货车工人们在装载过程中的 技术水平和无与伦比的努力 接下来 工人们还需要安装旁部 这是装载过程的重要一步 对于干脆渣这样一散落的货物 旁部能够防止 其在运输过程中的散失和飞散 随着半挂车将干脆渣送往加工厂 我们能够目睹巴基斯坦货车工人 一路上的送货过程 然而牵引车头的驾驶 可能会显得有些拥挤 由于每辆卡车都装载着相当大的货物 这些道路经过长期的使用 路面基本上都被压实的很好 在这次运输任务中 由于货物较多 且路段都是长上坡 卡车无法继续向上行驶 然而 幸好救援的方式相当简单 只需要一台小型的拖拉机提供帮助 拖拉机可以通过钢丝绳 将超载的半挂车拉上去 在拖拉机帮助下克服了困难 重新开始了送货的旅程 在几位巴基斯坦货车工人的笑容中 他们重拾信心 继续前进 这种团队合作和互助精神令人感动 展现了巴基斯坦货车工人们 在面对挑战时的乐观和坚韧 到达加工厂后 首先要解开绳子 而绳子和棚部的绑扎足足有两层 然后 巨大的棚部被拉下 暴露出像山坡一样高耸的甘蔗渣队 解开交叉绳后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甘蔗渣依然牢固无比 就像一座坚固的堡垒一样 接下来 货车工人们会清空弯住旁边的甘蔗渣 这样才能方便进行卸货 由于货物高度巨大 人力卸货是不可能的 而且也存在安全隐患 因此 直接安排装载机来进行卸货 是更快更方便的方式 也就是使用装载机的铲子 来完成卸货任务 装载机的铲子 可以有效地将甘蔗渣 从半挂车上产下 这种方式既提高了卸货的效率 又降低了人力卸货的风险 装载机的强大功能 使得卸货过程更加迅速和安全 确保甘蔗渣能够快速地 从半挂车上卸下 在巴基斯坦货车工人们的 辛勤努力和团队合作下 一座如山般的甘蔗渣 成功地完成了装载和运输的任务 为他们点赞 长按视频三秒 送他们免费的三朵小画画 这是我见过巴铁最专业的维修店 他们仅凭一些简单的设备 就能将老款车辆变成新款车 眼前这辆路循堪称经典 已经与车主共度了二十多年的行程 外观一直保养得非常好 气质丝毫不输给现代车辆 虽然真皮内是明显受到岁月侵蚀 但这些只是小问题 车主此次主要目的是 希望将其外观升级改造成新款 这个改造项目可谓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几乎相当于给车子换了一个新外科 除了车顶 车身上的每个外观零部件 都需要完全拆卸下来 由于缺乏电动扳手和风炮等设备 维修师傅们只能依靠手动工具 一点一点地进行拆解 然而 这并没有让经验丰富的师傅们感到困难 他们就像玩游戏一样对待这次改装 每一个零部件都在他们手中变得得心硬朗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们就几乎完成了外部零件的拆卸工作 为了控制成本 他们决定在拆卸下来的门板上进行手工修复 而不是直接更换配件 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耐心地将原有的漆面逐一打磨掉 以确保表面光滑无下 这个过程既费时又费力 但维修师傅们并没有退缩 他们一丝不苟地运用手工技艺 将门板打磨得如同崭新一般 接着 他们用纯手工的方式精心制作腰线 为车身增添了独特的装饰元素 为了安装新款的大灯 他们运用契合巧妙地对大灯框架进行切割 以适应新的大灯安装需求 同时 他们还安装了全新的大灯框架和大灯 为车辆带来了全新的零点 由于一子板部分需要进行板筋修复 师傅们运用锤子进行精细修整 以确保表面的平整和质感 尽管现在看上去可能有一点微小的不规则 但这个问题并不大 经验丰富的师傅们将再次运用角磨机进行打磨 将车身线条塑造的更加完美 接下来还需要用砂纸仔细打磨一点 这些步骤展示了维修师傅们的技术熟练和对细节的观念 他们不仅拥有对汽车结构的深刻理解 还掌握了各种工具的使用技巧 在涂上膩子之后 他们会利用砂纸和水的组合进行打磨 为后续的喷漆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个步骤至关重要 也为它能够确保表面的平滑和无瑕 为喷漆提供一个理想的基础 接下来 师傅们将车辆移至专业的无尘车间内进行喷漆工作 在进行喷漆之前 维修师傅会运用报纸 将车辆上不需要喷漆的部位仔细遮盖起来 以确保只有目标区域受到喷漆 师傅熟练地握住喷枪 调整好合适的喷漆压力和角度 他以均匀流畅的动作 从车辆的一磁缓开始 沿着预定的喷漆路径移动 喷枪释放出均匀细腻的喷雾 精确地覆盖车身表面 师傅熟知每一块喷漆的细节 确保每个区域都得到适当的覆盖 避免出现低漏或重叠 最后 师傅会使用抛光机和适当的抛光机 对漆面进行抛光处理 接着 他们选择高质量的垃圾 将其均匀地涂抹在车身表面 并用抛光轮椅适当的力度和方向激进打烂 这个过程不仅能够为车辆提供额外的光泽 还能够形成一层保护膜 防止日常使用中的划痕和污垢 对漆面造成残害 漆面经过抛光和打烂 万发出光泽 令人眼前一亮 车辆外观的全面升级 使它散发出强烈的个性和自信 完全摆脱了老款车辆的印象 感谢观看